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养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谈谈文化上的一些事情 这个其实也是和政治是相关的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事呢 一个呢就是周润发 发哥 对吧 在韩国领奖的时候呢 说了一番话 尤其是对这个香港的电影 现在的 这个 朽木不可凋野 发表了自己的讲话 他提到了自由 所以我就想解构一下他这个自由 第二个呢就是 陈凯歌的那个新片 那个 烂片 没能看 原因是什么 之前我其实讲过 今天也可以结合这个电影里面的事情 我们一起传他来讲一讲 包括这个诺贝尔所谓的那些 有什么文学讲 和平讲 都来看看 就整个这一个体系 西方的一个平成体系 我们都可以有必要来说一说 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周润发 那么这两天呢 楚行出现一句话 在海外 叫 这个周润发 这个 刘德华呢 是这个 诶 那周润发怎么是这个 刘德华为什么是这个 因为刘德华给华为去代言了 他们就认为 这是很垃圾的一种行为 在我看来 恰恰刘德华 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给瓦哉啊 是点赞的 比如说 他主动要求来拍 流量地球2 对吧 他拍戏很努力 很认真 啊 对吧 包括啊 老兵为什么 我会买一台这个 奥迪的SQ5 这个很低调的车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看到 刘德华买的这个车 当然我不是刘德华的隐秘啊 但是 我就感觉到 你开了这个车 像刘德华那样子 就是说 人都是什么 要低调 我觉得刘德华 他能够去买这样一款 很低调的 在中国市场 几乎无能问津的车子 我觉得我给他是点赞的 所以通过这些举动 我对他这个人的好感 非常的有 啊 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车子 人家讲四个 四出甲排气 啊 人家觉得这个车 怎么怎么样 不行啊 那样子 但是人家为什么会去买这个车 就说明了 他已经说 活出了一种境界 这个是我要去向人家去学习的 啊 没有必要搞得很张扬 很放出 啊 而是一种内敛 所以说 刘德华他去代言华为 这是正能量 刘德华 他代言了华为 华为现在已经不用 刚刚出来的消息 他已经不用这个高通的芯片了 不用高通的芯片 用了是中芯的709000S 那刘德华做这个事情 有什么 不好吗 我觉得华为跟刘德华的合作 让刘德华代言华为的新产品 这恰恰证明了 这才是日出东方 这才是东升西降 让华仔来做这个代言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可耻的 海外的人为什么他是可耻的呢 对吧 成龙确实让我觉得啊 可能他的这个行为战略上来讲 他对中国的热爱或者什么行为 没事没毛病的 只不过 他是有一点 我个人感觉 确实有一点这种 私人的马屁的成分 更加大一点 这个我相信大家的面前都能看得出来 那么 周伦发在韩国讲这番话 对吧 那么这就让我觉得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对他这个断章取义了 但是他说的这个话 是不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周伦发就是我曾经讲的那一种人 在香港的那些很迂腐 很守旧 怀旧的那种人 周伦发韩国领奖称赞创作自由 港片表达方面人受限制 据韩列斯金的报道 周伦发前一天浪运向第28集 辅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并获班亚洲电影领奖 周伦发说 有时候会惊讶于韩颖居然可以拍 这类题材的故事 而港片在自由表达方面能受限制 今后将全力创作融入香港精神的电影 对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落幕 韩国电影在国际上展露头角的现状 周伦发说 当一个地区停止不前时 有其他地区在领风骚走的 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韩国电影的兴起给人们带来的极大鼓舞 据周伦发说 我村在香港的一个小渔村 18岁走上演员之路 在拍了电影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以说没有电影就没有周伦发 他坦诚说 并不在意脸上的皱纹 如果导演需要我扮演苍苍老人 我会很热议 问及最经典的三部作品 周伦发认为是《英雄本色》1986 《嗜血双雄89》和《卧虎苍龙》2000年 韩国说称 此次电影节期间 将特别放映周伦发的代表作 《英雄本色》和《卧虎苍龙》 以及他的新作《别叫我赌神》 电影节还特别策划题为 周伦发的《英雄本色》项目 回顾周伦发的电影生涯 那么在这个里面 香港抗争期间 周伦发被问到 怕不怕影响电影市场 回了一句 那就少赚点咯 然后有人回复就说 把小粉红们气得个半死 记得当时这个 胡锡进也开骂了 不表态站队是不行的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 周伦发不向中国境内的权力低头 和这个资本低头 然后又说 我把我的五十多个亿 全部都捐出去 裸捐 好像他从来对中国的 或者爱国这些东西 他是不表态的 觉得就是在这里 他们向周伦发表达崇高的敬意 大老兵想说一点 其实周伦发他这个表述呢 其实很有问题 第一个 他在韩国领奖 说一些韩国人爱听的话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对吧 人家给你颁奖了 对吧 给了你这些东西了 那你去拍拍他们马三 我觉得也很正常 那么问题是韩国电影的所谓的自由的表达 韩国电影的题材是很多 对吧 这一点我觉得今后中国 在一些电影市场也是可以采取一些分级制度 就是说我们更加丰富多彩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必要 比如说我都已经过了18岁了 我们可以逐渐放开一些成人的一些内容 可以去适当的拍一些 如何提高人们 中国人的这种性伤的这种电影 比如说成人那种三级片什么的 这个是可以适当的放开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比如说韩国他在这一块 他别的东西我觉得都是被欧美化特别严重 但是有一点韩国人啊 包括韩国的女的 尤其韩国女的 他们的那个性伤比较高 就像我说了 你跟韩国女的在一起谈恋爱 或者在一起作爱 这个过程是很舒服的 他们就是有点像那个 我的野蛮女友一样的 他们会主动抱着你脖子 给你亲啊 给你手蚊啊 然后就接你皮带啊 就帮你蹲下去 帮你口交 或者在车里亲的时候 他会直接会把头埋下来 就像有一个叫一部一部片子 叫韩国情人啊 这个这些东西呢 这种内容是是是拍的 我觉得他不是庸俗的 就是拍草壁这个事 而是说他把这个东西 以一种唯美的手段 给他拍出来 这个是他的一些优势之所在 当然你说比如说 希望韩国很多电影 希望现在网非喜欢拍韩国一些题材 或韩国一些一些电影 有人去去去拍 有些他的有些导演 确实水平是是不错 拍这个故事整个叙述架构 搭的是蛮好 但是呢 他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说这个话 你比如说一个 我们讲叫鲜鱼游戏 对吧 它是一个电视剧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符本身形的那个赌博默示录 他就是把改了一下 改了一下 为什么他的引起轰动 因为跟美国推他 是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用自己的宣传机器 白左用自己的宣传机器 去帮他做宣传 这一点确实是席卷的麻痹 全世界 包括现在中东 你说韩流现在 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东 中东难得 尤其在土耳其 这些中东的世俗化国家 韩流很盛行 什么黎巴嫩啊 土耳其啊 这种这种 叙利亚这种世俗化的国家 北非 很多男孩子看了韩片 都不留胡子了 都不留胡子了 都是弄的 也像花美男那样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 白天讲的叫 去雄化战略 所以说呢 他的电影 所谓的自由 有些时候呢 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他其实表达 还是白左那一套 LGBTQ的那一套 特别严重 包括还有很多的东西 那种 那种审美 各方面 我个人感觉 他有好的东西 但是他大部分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美国 可以给他这些白左 那些糟粕的东西 特别多 那么你说 你这个香港的 这个电影 大陆的电影 现在越拍越好 票房就能看出来 中国大陆人 对那些 像以前拍的那些 学习香港那种 无厘头的那种搞笑片 嘿嘿哈哈 傻逼呵呵的 那种片子 已经不再不感兴趣了 中国人的审美 现在也是越来越高 你比如说 像什么这种 流浪地球 像什么这种 我们讲的好多 什么加油 什么李焕音 包括还有 我们拍的几个动画片 还有几个 比如这次拍的 这个孤注一致 这些都是挺不错的 这些题材 包括像战狼 这些军事力题材 中国拍的一些悬疑类的 中国一些电视剧 像之前那个什么 隐秘的角落 这些都是 我觉得这种拍的 都相当好 中国现在啊 不再像过去那样的 吃相过于难看的 去拍那些烂东西 被资本给给他们熏化了 那么我们这个影视的 这个市场也是越来越好 那么周伦发 他为什么讲的是香港 对吧 香港 不是说不给你们 这些人去拍 但是你香港呢 你所谓的是那种审查 你所谓的那种 是因为香港他本身 他都要知道 香港他是一个什么 虽然说很 对外很开放度很高 资本主义很成熟 但是香港 他又是一个极端保守的 一个地方 香港人呢 很守旧 尤其是在 就展望九七以前 这九七以后呢 这不满意 那不满意 因为是什么 香港的电影 包括周伦发 他放了什么英雄本社 嗜血双雄 这一些 老兵以前讲了很清楚 香港的很多电影 他是抄袭法国的 新浪潮电影 大家可以搜一搜 法国一个流派 叫新浪潮 代表人物 就是前不久 刚刚去世的 让旅克格达尔 和另外一个大师 叫让 皮尔·梅尔维尔 这样的导演 尤其是像当年 什么阿兰德龙 让保罗·贝尔蒙多 这两个法国的 这两个巨星 他们拍的黑色电影 我说过 你周伦发拍的是上海滩 上海滩就是抄袭 那一部 阿兰德龙 跟让保罗·贝尔蒙多 两个法国天皇 他们拍的那部电影 叫 《伯尔萨利诺》 就是 伯尔萨利诺 就是 翻译成叫 江湖龙虎斗 这部电影 你可以去找一下 是有的 包括他 香港很多电影里面 都是模仿 这个阿兰德龙 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 就很帅的 那个阿兰德龙 他的 那个什么 独行杀手 这些片子 对香港的整个电影的 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说 你说英雄本色 世界创业好 他都是有 法国新浪潮的 一种影子 都是讲的一些 边缘人物 一些黑帮 讲的一些犯罪分子 讲的一些 江湖上的事 这就是什么 典型黑色电影 所以说你香港的电影 其实一直以来 在我看来 香港的电影 是没有自己的东西的 唯一一个 有自己东西的是谁 周星驰 在香港是 被什么向太 他们这帮人是排斥的 他是有自己的东西 你别说 这个周星驰 他是有自己的东西 他开创了 这个所有的 无厘头的这个搞笑 什么唐伯虎 典型箱这些东西 这个是 他是一个人才 我们客观来讲 他是有自己的东西 但是你包括 我们讲一些导演 刘伟强 刘伟强 他很很不错 对吧 拍《古惑仔》 那个刘伟强 《头文字帝》 都是他拍的 但刘伟强的电影 是深受 马丁斯克赛斯的影响 他的脚 他的那个 那个电影里面的 那些 那些手法 拍什么 重庆森 还有那个 还有王家卫也是 王家卫的电影 也是什么 受了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 这些导演 有些法国的那些 新浪潮电影的那些导演的 很大的影响 包括还有意大利的 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的 这个影子特别明显 所以 他们就是说 相互之间 拍的很多东西 都是欧洲 法国的这种东西 包括还有些 超现实主义的东西 就是 是在1950年代 开始起来的 你看 这次讲那个风马秀 就是那个 泰国那个 那混血 丽萨叹 风马秀 他就讲的是 新浪潮 新浪潮的这个 新浪潮主义 超现实主义 和波浦艺术的结合体 所以就是这种 巴黎电影流派 对整个香港的影响 是很大的 所以说你香港 一直以来 都在照搬西方的 很多的理念 在那里拍 你没有自己的东西 但中国的东西 是有自己的东西的 现在中国 大陆在过去 深受港台的影响 受美国那些东西的影响 但现在中国开始 有自己的东西了 而中国人的领悟能力 是很高 我们大家会为这个 去买单的 最近拍了很多片 什么长安三万里 都相当不错 八角龙中啊 这些东西 都是中国人 自己的东西 中国电影人 自己的东西 但你香港 你这些年 香港现在唱歌流行的 喜欢谁 一个叫江坤的 内地人 江坤是内地的 他胖胖的 他也不会跳舞 我只会唱那些三流歌 在他手上这样 哎哎这样 哎哎这样 一弄一弄 他就手上 手上在跳舞 胖胖的 那很多香港女的 都喜欢了不得了 现在就喜欢江坤 那江坤你去看了 他都是这样 他都是这样 唱歌这样 哎哎哎哎 他脚都不动的 你看这一点 你看那罗志祥什么的 他还是搞的 还是可以的 那舞跳的 那还是真卖力气 搞来搞去这么多年 就一个陈一讯 你说这个歌坛 就一个陈一讯 就是靠这个 就老的全部都掉 就靠一个陈一讯 在那边撑着 然后电影呢 电影拍来拍去警匪片 对吧 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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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拿那个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了 是你们自己 不去创作 关于你说自由 不自由这个事情 你们所谓的自由 无非就是要拍一些 讽刺当局 讽刺当局的一些片子 那你为什么 你也可以拍啊 你为什么不能 讽刺一下日本 讽刺一下美国 讽刺一下英国 拍些这样的片子 让大家看看 你不能拍 你要拍的时候 你说所谓没自由 是因为 没有自由 能够讽刺当局 你为什么 一定要去讽刺中共呢 一定要讽刺中国 中国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 一定要去拍那样的 就你这么多年 你们香港 说句实在话 还在守望着过去 在沉迷于过去的 那一种 曾经的辉光里面 出不来 觉得曾经 香港的东西 对整个华人世界 华夏族的影响 是巅峰的 那是因为 当年内地 长期 不对外开放 开放以后 首先进来的 就是港台的东西 所以说 才会对你们 那么崇拜 但现在去 审时夺势 不是审时夺势 就现在去 再 再我们再回首 过去 再看这些作品 其实也 也就那样 也真还不咋地 当然我一直 对香港的 跟台湾的东西 我不是说特别的 就是说 能够欣赏 因为我觉得 我都看出来 都是在抄袭西方的 这种影子 那我去 那我看你干嘛 我还不 你说 这是跟老外的东西 结合 又结合到中国本土 那你有自己的东西吗 现在我很欣慰于 中国的东西 中国这些在影视 文化传播领域的东西 越来越OK了 这就是习近平 找文艺工作者 开座谈会的原因 要提升中国人的品位 提升中国人的精神需求 精神文明 所以习近平很重视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搞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去自由 自由不就是应该 你自由地去创造吗 你去天马行空的想象 你把你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 把它变成了一个现实 大家愿意买单 OK了 大家都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去搞一些他妈的 像美国现在这种电影 美国大片 为什么没人看了 天天都是他妈的 政治正确的东西 谁要看 我看的是艺术 我看的不是你 你阴邪的政治宣传 对吧 葛培尔式的他妈收音机 在告诉我的那些东西 我看的不是这些 再讲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 我说句实在话 他们颁的这个奖 从来 从来这些 就是比较硬道理的几个 化学 物理 医学奖 几乎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医学奖还给头油油 分了那么一小掰 但是你看物理跟化学奖 从来没有中国人的 因为这个就是认可了 中国的物理跟化学成就 但中国如果不厉害 为什么中国的国力能这么强大 这个都是化学家 跟优秀的化学家 跟物理学家支撑起来的 但是我现在回忽团 我们想 我为什么要让诺贝尔奖的 评委会来 给我们来颁奖呢 然后动不动就说 残血 残也残也 然后他们又开始灌着残血 残血说 我的东西不需要在中国 被能所能够理解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就好像意思 你看我们炒作这个诺贝尔 这个事 你们中国人要知道 我们西方人的评判 才是最高标准 这两天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谁 果不起来给了伊朗 一个政治犯的妻子 伊朗的一个反对 哈梅内依领导的一个人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了 把这个奖颁给了他的妻子 他妻子一直不畏惧 伊朗哈梅内依政权 对他的怎么胁迫 打压 然后就给他颁这个奖 赤裸裸的干涉他国内政 对吧 赤裸裸的干涉他国内政 现在又盯了伊朗了 说伊朗占纳了 这些东西都是他所谓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现在中国人 你看你中国人到现在 他们硬要去 硬要去炒这个诺贝尔奖 中国人care这个事吗 中国人不care这个事 中国人不需要 中国人的成就 不需要你们西方去给我收大拇指 或者给我小拇指 我们不需要的 这就是人的强大 其实我个人感觉 周年发去领韩国的奖 我觉得也挺丢人的 身为一个中国人 身为一个中国香港人 去领他妈的这个韩国人的奖 韩国是什么 我们的马仔 我们的旁支系统 这个国家的奖 含金量很高吗 你去领奖 然后再在那边 对吧 撞他人威风 什么叫香港的东西 没有什么自由度 你们拍得出来吗 让你们拍拍得出来吗 你们也拍个流浪地球二出来 为啥华仔 刘德华 要到内地来 要加入这个拍摄 他觉得内地的东西OK了 香港人太封建 太这个保守了 太这个守旧了 沉迷于中 拔不出来了 你能懂是在守旧 总是在说狮子山 过去97年以前 好啊 你就没有创造力了 你就他妈不能向前了 沉迷于过去 对人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创造能力 然后讲话又是很那个啥 哎呀 少赚点钱了 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话里面 也是表达了一种 对中国大陆 或者说对整个中国 目前这种一种排斥 对当局的不满 对吧 你说没有自由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比你香港审查还要严格 那为什么能派出 很多优秀的作品呢 你不能在文化上 搞一点真正弘扬 中国的一些东西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像这样的老演员 真的 你这样说话 弄这种事 搞得容易晚节不保 本来大家对你都很喜欢 所以我就说 周冷发拍的那些电影和那些电视剧 不是原创的 那都是模仿法国新浪潮电影的 懂电影的朋友 一听就知道老兵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去看法国那些黑色电影 你一看你就能看懂 那基本上都是抄袭的 没有自己的内容 只有那个周星驰 他有自己的东西 他是正有自己的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 拍多了就让我也有点反感 过头了 这个东西你偶尔赫岁党 弄个喜剧 给大家笑一笑 像过去曾经笑一笑 OK了 但是你 他也将来才进了 他跟 Quentin Tallentino 那个导演一样的 可能就是 你只能拍这种题材 落水狗 地图小说 拍完以后 没东西了 你也是 你周星驰也是 拍了几张东西以后 也将来才进了 对吧 你刘伟强 现在也挺厉害 美国拍一个萨利机长 你要拍一个成都机长 对不对 当然我说过 故事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未能给人感觉 对吧 有一种 那妈模仿 所以香港 真的别一直模仿 香港电影 这些年也就那个 《无间行者》 那个编剧的东西 还是不错的 但是里面的很多内容 拍的 我觉得也是 有待遇提高的 还有 所以说这些年 很多东西 它都是有待遇提高的 不要太沉溺于过去了 向前看 向前看 中国大陆就是 放弃幻想 放弃 千年去模仿抄袭的东西 自己原创 比什么都强 好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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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